被说快枪侠真的没什么 用这名号做坏事才叫可恶 新北一名州姓货车司机 四年前上摩铁找传播妹 讲好八千元性交易 他却摆烂想白嫖 传播妹发现后向公司反应 反被州南拿刀逼迫办事 他怕被警方抓到 赶在两分钟内玩事 然后逃之夭夭 法院审理近三年 2017年三审宣判前 他又故技从事想白嫖另一个硬招女 还好这次应召战察觉有意 及时燃下州南 短短三年他作案两次 第一件性侵得逞被判八年六月确定 第二件性侵未遂被判五年 真是可恶耶